赵丽颖,冯绍峰,朱易荣,刘林主演的古装剧《知否》 知否,英式绿肥红寿中 争议最多的就是嫡出庶出 家里当家主君正妻所生为嫡出 有着继承家业 承袭副业等诸多优越感 妾是陪房所处为庶出 低人义等 特别是大户人家内宅中正妻妾时之争不断 嫡数尊卑却是占首要位置 这样的思想就叫剧中形式做派及其周正的盛长版都没能挣脱束缚 同样身陷其中,为避免同父亲内宅的闹剧发生 他对杨豪的是原则默认 或者说是而不见剧中盛长版的一生 可以说顺风顺水 正是嫡出长子 学业功课也拔尖 母亲王若福左部是狼的嫡出似女 祖父叹花狼 祖母是永依侯独女 圣红也是正无品官朝凤大夫 虽在殡京城里不是算是高门大户 却也是轻贵人家的顶级 特别是他一举登科 直接进汉宁愿为官 紧接着求取到京城名门望足敌女海誓为正妻 风光无限 他对长辈视力尽有加 孝顺淡不于孝 在母亲刁难妻子海誓之时 他及时出言化解 避免了婆媳大战的后续 而对长风也是关心学业 耐心辅导 对这位输出兄弟并没有尖酸刻薄 像如兰一样对莫兰那样处处针对 对从小失去母亲的六妹妹明兰更是关怀被指 处处照顾 只要明兰有进步 他立刻说与父亲听 为的就是父亲能多关注这个可怜的妹妹 对圣长辈的观音哼空 人品正直来说 自然圣家长子是整部剧中相对完美的艺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跳不出敌数尊碑的圈 这一点在他们在庄学旧的辩论课中 他就已经表露出新生 当时的辩题为立敌长呼 立贤能呼 赎家圣长辈的观点很明确 立敌长能避免祸端 还举出秦二世而亡秦的势力 可见他对敌长长家 席决认为最正确 也是为家族长久之计 圣家林小娘多年得宠 自己的母亲王若福 虽贵为大娘子 却美美背弃的跳脚 再到最后林小娘交缩女儿 为压倒正是女儿的身份地位 而做出游辱门眉的事情 差一点就毁掉圣家所有女眷的声誉 圣长百虽看似古板 却也看得清清楚楚 自然也心有余计海誓入门后 长百也是体贴入微 他并不像圣红一样宠溺诗切 怠慢正妻 相反在海誓被母亲交规矩的时候 也会及时化解 最后只是把身边伺候的丫头杨豪纳入诗切 再无其他 而海誓同所有内宅女子一样 未让自己正视 以及子女的地位不受威胁 给杨豪喝下不能生意的汤药 而圣长百对此则选择故作不知 这部电视剧剧中 有可能很多网友会说圣长百也许不知情 才会忽略杨豪的遭遇 其实则不然 圣红这样宠切灭气的人 都尚且能洞察到内宅女人们的这些把戏 这些对圣长百来说自然也不是难事 只是他看到了母亲这些年的委屈 看到家中狄出妹妹 与几个竖出妹妹争的你死我活的样子 更知道了圣老太太年轻时的遭遇 不论是朝堂 还是家宅内敌数之争不断 而他心里也是敌长有序 才是之家有方之本 正如明兰所说 大丈夫当中君爱国 不要做无谓之争 可见圣家长百也并非十全完美之人